现在台海到底危不危险呢 到底是不是兵凶战危 就在战火的边缘了呢 那难道台海非得一战不可吗 不能够避战吗 不能够透过其他的政治经济 各方面的机制来确保我们的和平吗 可是在美国 似乎好像现在全世界最紧张的地方 就已经是台海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连拜登呢他也出来 但是因为最近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讯息实在是太多了 结果拜登呢 他又讲了说没有那么紧张 他说我不担心跟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不担心 为什么不担心 不是说因为老共怕老美 不是 是我们根本不会打起来 因为他说我和习近平 这个月就要进行视讯会面 所以视讯会面的时候 我就会明确的表态 说中美是竞争 不一定需要冲突 所以意思就是说拜登说 他会在视讯的时候 当着习近平的面跟他讲说 我们两国不要冲突 那我都讲不要冲突了 就不会有冲突啦 所以那就没紧张啊 没事啦 可是五角大厦2021年度的 中国军力报告 哇这讲得很恐怖了 第一个他说很明确的 共军的目标 在2027年的时候 在印太地区有对抗美军的能力 所以就可以迫使台湾领导层 依北京的条件进行正式谈判 所以2027年美国就没有用了吗 那也太快了吧 2027年共军就有能力逼台湾上谈判桌 而且是依北京的条件 所以我们是被迫嘛 那美国呢 美国到2027年就靠不住了吗 他说啊 中国从未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2020年的时候 施压就开始加剧了 2020年我们现在已经21年 快22年了 而且还对台湾进行海空的封锁 大规模两栖的入侵 也可能通过经济这次活动 网路攻击 引发台湾民众的恐慌 削弱对领导层的信心 好那美军怎么估计 中共的武力呢 因为他去年的时候 对于核弹投市说 10年内将有400枚 感觉就很厉害了 可是现在最新的报告 不是哦 是1000枚 是2030年会有1000枚 所以比400枚多出2.5倍 哇那去年的美军 不就不准了吗 去年美国国防部的评估 是不是太不准了呢 还是今年太夸大了呢 好不管怎么样 中共外交部出来抗议了 中共外交部就说 美国是在炒作核子威胁论 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核威胁来源 因为美国最强嘛 所以他们核子武器最多 所以他说2021年初 今年初 美国拥有5550枚的核子弹头 我们中共算什么 跟他比起来差很多 中共今年才200枚而已 他就已经有5500枚 所以任何国家 他也重申 只要不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都不会受到中国核武器的威胁 其实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是这样 谁敢亲自 谁敢这个轻易的动用核武器呢 都是用来做嚇阻用的 好 那陈明通呢 哇陈明通这个讲话之后呢 大家都当然非常的注意啦 因为为什么呢 当被问到说 美国说2027年 台湾就被迫 进行谈判的时候呢 大家就说啦 哎呀这没有什么啦 以战逼谈 本来就是中共长期的策略之一 那我们呢在法律依据监督之下 还可以跟对岸谈判 意思就是说要对等 可是不可以在中共的武力之下逼迫 要对等可以啦 不然台湾人只靠躬 这个鸡屎落土也有三寸烟 就不要看我们台湾小喔 不要瞧不起我们喔 好他说 那如果中共用核弹攻击台湾的话 那就是两岸人民的悲剧啦 所以他认为蔡总统任内 中共绝对不会攻打东沙岛 为什么呢谁告诉你的呢 凭什么告诉我们这些 这很重要啊 为什么蔡总统任内 中共绝对不会攻打东沙岛呢 因为他说 而且中共的内部有辩论过 国安局对此情 情资有一定的掌握 所以辩论的结论是说 不会去攻打东沙岛吗 到底是为什么呢 好那罗志强就说啦 蔡英文跟民进党这几年搞下来 还敢讲绝对不会开战吗 那为什么陈明通跟我们讲说 绝对不会开战 但美国说绝对会呢 就是可能性非常高呢 我们到底要相信谁的 好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说了 我们抗敌意志坚强到底 对国军非常有信心 但是预计明年3月要完成求生手册 这两个会不会落差太大呀 一个是说非常有信心 一个开始在做求生手册了 好像真的很危险耶 那现在呢 因为在大陆的网友啊 里面呢就传出很多的消息 都是准备要攻台啦 又是要动员啦 又是要叫招啦 等等等等的是不是准备要打仗了呢 但是这一切呢 中共当然方面呢也出来官方啦 也说这全部都是假消息 没有这回事 那我们台湾这边的军事专家就说了 如果老共真的要对台湾动武的话 要军事调动的过程 一定会助动行使整个的过程的保密嘛 怎么可能还没有动武之前就让你通通都看光光都让你知道呢 这样子招摇过世呢不可能的啦 这样反而会让大家都看光光了嘛 那台湾不就可以预警了吗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 现在是留言也好非留言也罢 网路上的传言也好 或者是正式的美国智库所做的评估 或美国的国防部所做的评估也好 我们到底要相信谁的呢 现在台海到底危不危险呢 到底是不是兵凶战危就在战火的边缘了呢 要让我们说清楚讲明白啊 那难道台海非得一战不可吗 不能够避战吗 你不能够透过其他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机制 来确保我们的和平吗 要每天都活在可能会有战争的这样的威胁阴影之下吗 我觉得陈明通是不是之前在录委会太闲了 每天是不是产生幻觉还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到国安局就开始在那边胡言乱语 第一个我不知道你的情报从哪里来的 假设这是一个真实的情报 你可以这样大庭广众下讲出来吗 我觉得这会不会非常荒唐 你忘记了李登辉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讲了对岸打来的都是空包弹 就害我们在那边最高级别的情报人员就牺牲了 就直接被老公抓起来 所以你在国会上面讲这个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你根本没有确实的情报来源 那你就是欺骗我们的民意代表 你就欺骗我们的国会议员 那这样又该当何罪呢 我觉得这种话最好不要这样随便乱讲 因为这个听起来就非常奇怪 什么叫蔡英文总统任内绝对不会打通杀 他们是这样开始辩论的吗 他们是以蔡英文的任期为 这样讨论的范围说 我们在蔡英文任内到底要不要打通杀 有人这样去讨论这种事情吗 这听起来就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国安局长 国安局长其实基本上我相信你有很多被识取的内容 是根本不可以在大林广众下讲的 再来说依过去的惯例 你应该是要求说某一些是机密 你在现场不能说 如果委员一定要知道的话 是不是另外开密室密谈 或是要签什么保密的协定 我才能够告诉你 还不见得全部能够告诉你 你掌握的是国家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你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再来假设陈明通真的这么有把握 老公根本几年之内就不会动武 那我们最近到底在紧张什么 一下又要搞替代役延长到14天 一下子又要弄几千亿美元的 几千亿的这个军购 然后搞得这样的全民人心惶惶 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 那我就抱歉 我就只有直接的影响 就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要打仗 只是你们配合美国的演出 故意再打孔中牌 那目的干什么 目的还是为了影响台湾 自己的内部的选举结果 还是为了政治上的操作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样 陈明通你的做法都是非常的不对 你自己要好好检讨 请注意你现在叫国安局长 不是过去那个每天没事干的陆委会主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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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